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把已经退位的溥仪又给抬了出来 拥立溥仪复辟 当说到这儿呢 我相信多数朋友应该猜到他是谁了 那一百年过去了 他的目的现状如何呢 接下来咱们上山去看一看 在江西凤馨县距离城区十公里外的陶仙山 隐藏着一处豪华目的 据说这座墓 营建耗银三十万两 由一百多名工匠耗时三年多才得以完工 这处豪华目的就是张勋木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座墓所在的区域了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过来 我在这个县城待了三天的时间 用了两天去寻找这座墓 我问了一下当地人 当地人说这座墓呢 它是在大山深处 准确的位置说不清楚 只能告诉我这个区域 今天咱们再次上山 一定要找到它 大家看 从我身后这条路 咱们去大山里找一找 这座张勋木 我现在已经来到大山深处了 我这一路走过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所以没有办法去问一下 这座墓具体的位置在哪 真的是很难找呀 咱们只能继续往前走 再往大山深处里边看一看 有没有这座墓 继续出发 大家看 在大山深处出现水泥地了 这还有一座小石板桥 这应该是通往张勋木的唯一道路 咱们过去看一看 找到了 看见石像生了 这就是张勋木了 终于找到它了 在墓中两侧还有石像生 分别有石狮 石阳 石马 石翁仲 过了石翁仲就是碧系驼碑了 这应该是没有完全清理出来 就直接给铺砖了 咱们看一下石碑啊 前方刻的是黄青告寿 在黄古墓的视频中 咱们聊过 黄青就是大清朝 这个告寿 就是朝廷用告命授予封号 说白了就是清朝皇帝授予的荣誉封号 往下是光禄大夫 这就是一种荣誉封号 然后是建威将军 他是清朝五阶中的最高等级 使政一品 再往下是内阁议政大臣 兼北洋大臣直立总督 也就是说 不仅能管理直立军务事务 还能参与外交 国防 洋务等一系列 全国性事务的决策 然后是凤心 张忠武功 神道碑 凤心就是张忠的家乡 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张忠武 这里的忠武是溥仪赐给他的嗜好 在岳飞母亲和岳飞夫人墓的视频中 咱们说过 忠武是武将里的顶级嗜好了 墓中旁边还有一座石碑 上方刻着御赐 就是皇帝所赐予 对面呢 还有座石碑 咱们过去看一看 这座石碑应该刻的是张忠复辟的事情 咱们一会儿聊 在墓中前方呢 大家看 有一箱炉 然后就是墓碑了 上方刻着张忠之墓 其中有一段文字啊 是介绍张忠生平 还有一些文字呢 是张忠家人的名字 从墓碑上看 张忠有五位夫人 九个儿子 九个儿媳 其中有一位的名字下方 还特别写到 张作霖的女儿 大家看 第七女又明显的遭痕 可能是当时刻错了 还是什么原因 就不得而知了 怀清 她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女儿 也就说啊 张忠和张作霖是亲家 张忠还有四个孙子 五个曾孙 五个女儿 七个孙女 和一个曾孙女 这座墓呢 是在2010年重修过 这是第五次重修了 我在墓中的一侧 发现了一个稻洞 大家看 就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咱们过去看一看 大家看 这很明显是稻洞 深不见底啊 有可能打进墓室了 这个稻洞和墓种离得非常的近 据说张忠墨先后四次背道 所以墓碑上刻的是 第五次重修了 大家看 在墓种后方还有座石碑 刻的是 好气长存 这就是一百年后啊 张忠墓的现状 在我国近代史上 张忠复辟是一个不得不聊的事情 当年清朝灭亡后啊 多数清朝大臣 只是换了一身衣服 摇身一变 成了民国官员了 那我身后这位墓主人 为何不好好做民国官员 而是要拥戴溥仪复辟呢 他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呢 关于张忠啊 在《清史稿》中是有记载的 接下来咱们走进 他的人生故事 根据《清史稿》中的记载 说张忠出身寒威 年幼父母双亡 成年后张忠投军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后来因作战勇猛而屡获升迁 在中法战争中 他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张忠率军将进攻迅猛的 敌军前锋精锐击退 表现得十分勇敢 到了1895年 袁世凯奉命抽调 全国精锐组建新军 此时41岁的张忠 率部加入了新军 也就是北洋新军 后来张忠成为袁世凯军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将领 到了1900年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 仓皇习桃 随后新丑条约签订 八国联军这才答应撤兵 此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准备反清了 这太后和皇帝回来了 得护驾呀 负责这件事情的 就是袁世凯 当时在护驾队伍里 就有这位牧主人张军 他为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安全 选择弃马步行 带着队伍随行及百里 慈禧太后曾对手下人说 国难时忠臣 张勋护驾尽心尽力 是有功于社稷之臣 事后 慈禧太后对张勋进行了封赏 从这次护驾后 张勋对慈禧太后 以及大清帝国 更是忠心耿耿了 1912年12月12日 清帝被迫退位 清朝二百多年统治结束 后来的事情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 当时袁世凯可能对张勋有些不放心 因此专门派人前往犒劳卫卫 当时张勋说道 张勋这是在告诉袁世凯 如果你不负朝廷 我自然不会负你 同时他也在警告袁世凯 应该谨守南北义和所达成的 清世优待条件 不要辜负皇帝退位让国的一片苦心 但谁都没有想到 清朝才灭亡了三年 袁世凯居然称帝了 但他这个皇帝当的时间不长 只当了83天 就在一片反对声中取消了帝制 不久后 袁世凯就去世了 终年57岁 此时张勋等人再也没有顾虑了 他开始计划一件大事情 很快 他就等来了一个机会 当年袁世凯去世后 北洋军群龙无首谁也不负谁 很快分裂成各个派系 开始了长时间的混战对立局面 袁世凯去世一年后 在1917年 当时的民国大总统黎元宏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计划闹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段时期 张勋假借调解黎元宏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率领5000变子军前往北京意图伏辟 张勋到达北京后 先是跑到宫里见了12岁的溥仪 在1917年7月1日 张勋和康有为等50多人来到皇宫 拥立溥仪复辟 下令各地使用宣同念号悬挂黄龙旗 此时张勋成为首席内阁议政大臣 兼直立总督北洋大臣 这就是历史上的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12天 段祺瑞就率领讨逆军进入北京城 溥仪再次退位 张勋复辟失败 当聊到这儿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张勋就带着5000人过来 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 其实张勋在进北京前 他是有准备的 他曾和心腹大将张文胜说过 你带着大部队在徐州好好看家 当年张勋就驻扎在徐州 张勋说 我在北京一旦有事就会发电报 你接到电报后 马上调四十营的兵力前往北京 结果呢 一个兵也没看见 给放鸽子了 还有啊 当时张勋得到各路都军名义上的支持 在军阀混战时期 都军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说白了就是各省军事长官 其中还有段祺瑞的信夫 徐树珍 在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后 张勋才敢带着5000人进了北京城 但张勋没有想到 这些人却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 如果张勋可以复辟成功 那么这些人自然也因为支持复辟 而成了忠兴功勋 但如果张勋复辟失败 那么各省都军自然也不会为张勋卖命 说白了就是 在他们眼里只有利益 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 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你没有成功啊 谁都不会站出来 除了这些 张勋入境前还拜访了一些外国使臣 获得了这些人的默许 但张勋却不知 从外国的角度来看 无论谁做皇帝也好 谁做总统也好 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不受损害就可以了 而且在他们眼中 觉得复辟引发的混乱局面 还可以让他们从中牟利 所以张勋复辟失败后 这些人也都不见了 总之张勋绝不是表面上 迂腐鲁莽的大老粗 但张勋不明白 他所谓的忠义 对这些人来说 一文不值 而张勋自己呢 他也是有私心的 如果清朝复辟成功 他张勋无疑是大功臣 是这条十五链的顶端 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此时他也没有明白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进入新时代了 他这个复辟属于逆时代而行 注定失败 到了1918年 徐史昌以总统的身份 对张勋进行了特赦 恢复了他的人生自由 当时张勋在天津生活 摇身一变成了生意人 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在1923年 张勋在天津病逝 终年69岁 如今私人已去 功过是非 历史会公正地做出平盘 明镜새在宣传灰下弹 关于这个视频拍到这,谢谢所有观众朋友,咱们下一视频,再见